我们没有在关于对伊拉克·辛吉克维特的中使用谴责这个词,首要原因就是我们真正关心的是那里的印度国民。 K,P,巴比安,前印度驻伊拉克大使,近几年,撤侨行动频频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能否成功地完成撤侨任务,被视作一个大国能力与责任的体现。 那么历史上规模最庞大,也是最为传奇的紧急撤侨行动属于哪个国家呢? 其实吉尼斯早在20年前就给出了答案,创造奇迹的很多人非常瞧不起的国家印度。 1990年8月2日,十四个师的伊拉克军队向邻国科威特发起突袭,十二大军以共和国卫队为减锋,迅速击溃了只有两万兵力的科威特军队。 当天是四十三十分,伊拉克人攻入了科威特皇宫,科威特皇室出国避难,随后的科威特城引来了自己最黑暗的时期。 暴虐的伊拉克军队开始在城内疯狂烧杀场略,升至科威特中央银行,下到普通人家的房子,几乎都被一军洗劫一空。 在整场战争中,有一万三千多名科威特人被残杀或者失踪,还有超过二十五万人流落为难民。 受到冲击的不仅仅是科威特人,当时在科威特境内,还有超过十七万名伊度公民。 他们大多数人因为战争爆发而一无所有,雇主不是被杀就是失踪,他们自己也遭到了伊拉克军的抢劫。 尽管有一部分印度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疏散难民,但这种民间行为只是被水车薪。 虽然当时的印度因为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而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但看到十余万国民混手海外,印度政府还是毫无犹豫地展开了救援行动。 战争爆发仅仅数日,曾经担任过印度驻苏联大使,为伊德尔古杰拉尔,就奉命出访巴格达,会见了独裁者萨达姆,因为当时国际社会正在声讨萨达姆,而古杰拉尔和萨达姆又拥抱等亲密动作,所以这次会见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更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会见成绩斐然,伊拉克军队在会见之后立即停止了对印度公民的抢劫,默许了印度人撤离,并向印度开放了科威特机场。 印度政府也抓住机会,出动了大使馆、空军与印度航空公司,展开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 印度大使馆首先开始组织侨民集合,并从中挑选出,最需要撤离的伤员和妇女老幼,因为科威特城实在是过于危险。 所以印度大使馆还动用了一切能用的手段,将大部分侨民转移到越南首都阿曼,而在阿曼的印度人,也纷纷自发开车,或者租车去边境线上迎接同胞。 德亿与之前印度的外交胜利,伊拉克军队并没有阻止印度人离开,很多难民车辆就这样披着印度国旗通过了封锁线。 几天内,第一架印度空军的伊尔76运输机,就降落在科威特机场,最先登机的是女人,老人和儿童。 虽然印度空军一直在尽全力的运送侨民,还运来了来自国内卡拉拉巴的事物。 但随着海湾战争的临近,科威特的空域越来越干嘛,航线经常被集结的伊拉克空军占据。 所以印度人想到了利用民航科技与印度航空公司,将科威特的侨民撤离到较近的越南。 巧的是,印度航空中东分公司总部,就在越南首都阿曼,虽然这个分公司,在当时连自己的办公楼都没有。 分公司负责人,MP,马斯克林海上毫不犹豫,地接下了撤侨任务。 他立即向印度总公司求援,印度航空总部,为此安排了足足488次航班,并于8月14日,开始从阿曼撤侨, 印度驻越南大使馆也积极地与越南政府进行协调,随后,越南政府开放了安曼机场允许难民入住。 最多的时候,安曼机场容纳,多超过7000名难民,整个安曼城的难民则超过10万人。 机场的工作人员,也为了加速撤侨而彻夜加班加点。 除此之外,越南政府和越南境内的印度商人,还想方施法,得为难民提供食品、饮水和药等基本生活用品。 这让安曼的10万难民,没有爆发大规模的饥荒与暴乱。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些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也滞留在安曼。 他们向印度人提出求助,印度人也丝毫没有忌讳两国间激烈的矛盾与数次战争。 大方的同意带他们一起撤离。 毕竟,救援行动是为了拯救生命,而非大国杀而主义的国家甲,在道义面前,没有刻意的把国人先走。 只有力所能及的一起走。 10月11日,最后一班撤侨飞机从安曼机场起飞,再回印度。 这场持续近两个月的撤侨行动圆满结束。 在这50多天的时间里,超过17.5万名印度侨民被全部撤出。 其中仅从安曼游印度航空撤出的侨民就超过11万人。 每次撤侨飞行的单次航程都超过4000公里,每天也都有近3000人被撤出。 为了纪念这次传奇的行动,提尼斯公司还特别授予印度航空公司以世界最大规模空中撤离的世界纪录。 玩,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